东北网8月6日是,李华红帮若冰记者杨金光,8月3日,黑龙家上首领DBD是挂双飞一只手术患者李某人跨眠怀着重生的激动和喜悦,迎来他术后第一个农历生日,面对军人和医务人员,送来的生日蛋糕。 他感激与喜悦抑郁言表,他表示自己能够获得重生,要感谢家人的不离不弃和医生们的高超医疗技术。 目前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可以下地行走,身体状态逐渐转好。 李某人出了ICU后,转入普通病房开始恢复训练,通讯人羊发射,患有极重度慢足肺的李某人,近年来逐渐丧失了行动能力。 只能每日卧床无法平躺,只能跪在床上或者侧身躺着,无法睡一个呼伦觉,没穿喉气都是天吼,唯一能救治他的办法只有废一池。 非常幸运,在两个月排期后,他就等到了合适的公园。 7月19日,历时5小时,动员近百名医务人员,十多个科室联合开展的黑龙将生手力飞体外循环下的鼻子脑死亡器官捐血,去换双肺移植手术在哈医大二院完成。 李某人终于等来了这场救命的医学战役,结束了困扰他十余年的重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仅称满足肺。 迎来生的希望,在我国住民肺移植专家,终于由好陈敬余教授带领指导下,哈医大二院多学科同意合作, 共同实施了这项高难度手术,朴显了生命的奇迹。 术后第二天,患者恢复一时,通讯云阳发射,7月27日上午11时,术后第八天,患者顺利转出了ICU,转入普通病房。 术后,手术结束后,虽然身体很失弱,飞光能还需要更多康复训练,但能够平躺,能够顺畅的呼吸,已经让李某人非常兴奋。 在拿到手机的第一时间,他给丈夫发送了一条深情道,老公,我爱你。 四旅行间,充满了重生的喜悦和感激。 双肺移植手术现场,通讯云阳发射,农历六月念儿是李孟云48岁的农历生育,家人和医生给他准备了蛋糕,庆祝他过得重生,祝福他早日康复。 去重症医学科,ICU必须主任王怀全介绍,以某人术后经历了多次有惊无险的抢救过程。 患者术后,当晚一度循环难以维持,医生们采用严格监控输血速度,同时采用各种手段终于改善了患者循环。 但当天半夜,患者又发生了出血风险,经一夜抢救,致术后,第二天早,患者生命起定终于平稳下来,度过了有惊无险术后24小时。 此后,患者的身体情况,恢复逐渐好转,呼吸也开始顺畅,术后第二天便顺利脱机保管。 术后第三天,患者生命起定终于不平稳,可自主做起,间断的少量喝水,间断脱离呼吸机。 术后第四天患者开始少量进食,喝粥,吃小面条。 同时,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呼吸功能锻炼和可残训练,肢体功能锻炼,并逐渐离床。 胸外科医病房的护士们送来生日蛋糕,通讯人员发射,就哈医大二院胸外科主任张林留介绍。 目前,患者排斥反应平稳,基本生命起征,血气,化验指标基本正常,精神状态良好。 生活可以自理,可以自己洗领刷癌和进食,由于肺部是直接接触外界的器官,每一次呼吸都与外界相通,因此未来的重点,仍然以预防细菌和病毒感染为主。 严格预防卡式被脑虫感染,在排斥反应监控方面,患者的超级排斥反应期已经度过,但仍要防止血管排斥,止气管排斥等复杂的排斥反应。 也要预防慢性阻塞性细细之气管炎,患者仍然需要严格的隔离防护,远离人多场所和灰尘,因此,胸外科抽掉了高水平的护理团队昼夜看护,严格控制肺移植患者无菌环境。 在医生的陪伴下,以某人亲手插上树后的第一根生日蜡烛,通讯人羊发射,就哈医大院副院长焦军东介绍,以慢阻费为例。 目前是我国居民的第三类主要死因,患病人群的总体趋势农村高于城市,北方高于南方,黑龙江省是我国曼土肺等重症肺部疾病的高发地区。 环境因素,生活饮食习惯等原因,导致大量患者存在于农村和偏远地区。 这些中末期肺部疾病的根治性手术就需要肺移植,然而由于肺移植技术要求较高,夹制工体来源系缺和转运时间短等因素的限制,黑龙江省肺移植技术开展比较缓慢,大量重症肺功能损伤,重症慢阻肺疾病患者得不到有效的医治。 即高肺移植手术能力和技术适当物质疾,对提高黑龙江省肺部疾病诊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先开了黑龙江省脏气离植事业的新篇章。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